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诫命 属灵的敬拜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它 神在第一诫命中宣告祂是独一的真神 禁止我们虚构别神 敬拜别神 神在第二诫命中更清楚宣告祂的属性 应以何种敬拜方式来荣耀祂 以免我们用任何属肉体的观念来想象祂 所以 此诫命的目的是 神不容许我们以迷信的仪式侮辱祂所规定的真实敬拜 总之 神呼召我们完全离弃属肉体的繁琐仪式 就是我们愚蠢的心 惯于妄自猜想神的属性而发明的敬拜方式 同时 神指示我们遵行祂所设立的真实敬拜 就是属灵的敬拜 此诫命所禁止的大罪 就是有形的偶像崇拜 第二诫命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 禁止我们放肆妄为 将不可侧夺的神局限于我们感官的范围 或以任何可见形体代表祂 第二部分 禁止我们以任何宗教上的理由敬拜任何形象 然后 简要列举 异教徒与迷信之人 通常用来代表神的各种形式 仿佛上天 是指太阳 月亮 星宿 也可能包括飞鸟 就如在《生命纪》第四章中 他提到飞鸟和星宿万象 我们也指出这一点 因为有人荒谬地说到上天是指天使 其他细节 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就不需要解释了 一切人所发明的偶像形体 都与神的属性彻底相悖 所以当人开始拜偶像之后 真实的敬虔就腐化和贬质了